双拼色的奶油胶见过吗 那三拼色的奶油胶见过吗 今天来教你制作像这个样子的三拼色 首先准备三支奶油胶 最好都是大小一支 把它们开口剪成一样大小的宽度 把它们三个都塞到袋子里面去 一般是由浅到深的顺序 接下来把它们的起跑线 都放在一个地方一条直线上 不要太靠里 因为我们要给它往前挤胶的空间 接下来用到这个刮板 刮板要用背面不要用正面 因为正面太尖了会刮破我们的裱花袋 背面比较圆滑 我们一边挤的时候呢 一边调整每支胶的位置 要保证三条轨道的头 都在自己的轨道上面出胶就可以了 然后就像那个白色现在就有点歪 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把它进行一个调整 就把它给调整一下 调整到自己的轨道里 不要混到蓝色区里 其实说难不难说简单不简单 只要你多操作几遍 也可以做出很好的三拼色 相比起双拼色三拼色要稍微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并没有太多 接下来最后把它往前挤一挤 然后最后把它用这个小铁丝 挤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我们用到的裱花嘴呢 是这一款 这一款可以用来做裙边的裱花嘴 套在这个裱花袋上 标一下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之后 然后把它套进去 接下来拿出第二个裱花袋 剪出一个大概的位置 我这个剪小了给你们看一下 外面的裱花袋 口子剪小了 就会挡住裱花嘴上面的纹路 这样出行的时候就不是很好 所以要剪的稍微大一点 一定要露出裱花嘴的它的全部纹路 这样就可以了 一开始前几坨基本上它的颜色都有点混乱 所以挤到后面的时候它的颜色会越来越好 你看它的蓝色已经出来了 白色也已经有了 这个三冰色太好看了 你也来试试吧 我把你想